家紀市在北宮家前 鳳其棟的十家鄉 是當地最有代表性的家鄉團 生立已經超過一家字 鳳其棟今年四月 也正式定六祖家紀市的無形文化祖散 鳳其棟表示 除了演織家鄉文化 也要來向社區和學校提供 讓大家可以了解這項傳統的技術 家紀市在東北宮鳳其棟 每個月晚上都來吃冷室 除了道書以外 鳳其棟還有民宿和發書 這三書的家鄉文化 讓鳳其棟在今年 頂路祖家紀市民宿的無形文化祖散 我們為我們以前的選手 把我們加的就是 比較到根頭補這類的 鳳其棟表示 他們家鄉團生意高等超過六十年 生活都是在地社區民眾 一代的團一代 會來申請自己吃無形文化祖散 除了要延續家鄉文化以外 也希望可以讓社會 對家鄉團體有誠賓的進展 我們整個季節在做我們的事情 我們自己無名其妙 去用大摩摩的負面標籤 所以我們這裡會主動 這是我第二要撒除的原因 我要把這個標籤抓住 我們也是一個修所在 可以讓文化教這樣 把我們林董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鳳其棟說 他在當晚的時間整理足了 去年鄉家紀市申請無形文化祖散 現在通過之後 接下來開始邀請學校 下實社區 為文化技術的角度來推廣 將家紀過去各種科技文化繼續團行 記者林肥廷 家紀報導 早